国家领导人通过各种形式对富铁山的逝世表示沉痛哀悼 实际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在京闭会 胡锦涛签署第64号主席令 北京2008年奥运会火炬接力传递计划路线及火炬隆重发布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国家主席胡锦涛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汤家首相赛维莱 胡锦涛说中汤两国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一直健康顺利发展 汤家王室重视发展对华关系 图扑武士国王即位后明确提出向东看政策 我们对此高度赞赏 胡锦涛表示中国政府十分重视中汤关系 愿同汤家王室和政府一道进一步加强双方高层交往 扩大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 为发展健康稳定的中汤友好合作关系 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而不懈努力 塞维莱表示积极执行向东看政策 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 坚决反对台独 愿与中方加强交往深化合作 推动两国关系继续深入发展 杰出的爱国宗教领袖 著名的社会活动家 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 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中国国际交流协会顾问 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主席 中国天主教主教团代主席 天主教北京教区主教富铁山遗体 27号在北京八宝山殡仪馆火化 富铁山因病医治无效 于2007年4月20日20时08分 在北京逝世 享年76岁 27号上午的八宝山殡仪馆大礼堂 庄严肃穆 哀悦逼回 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色的横幅 沉痛悦念富铁山副委员长 横幅下方是富铁山的遗像 富铁山的遗体安卧在鲜花脆败丛中 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上午九十许 胡锦涛 吴邦国 温家宝 曾庆红等 在哀悦声中 缓步来到富铁山的遗体前 肃立默哀 富铁山的遗体三鞠躬 富铁山 并重期间和逝世后 胡锦涛 江泽民 吴邦国 温家宝 贾庆林 曾庆红 黄菊 吴关正 李长春 罗干等 前往医院看望 或通过各种形式 对富铁山的逝世 表示沉痛哀悼 中共中央办公厅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全国政协办公厅 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人 以及宗教界代表和富铁山的生前友好 也前往送别 我国天主教人士和广大信教群众 今天沉痛送别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主席 中国天主教主教团代主席 北京市天主教爱国会主席 天主教北京教区主教富铁山 连日来 全国各地天主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 以多种形式悼念富铁山 寄托他们的无限哀思 河北、山西、江苏、浙江、福建、甘肃、云南、贵州、 重庆、上海等地的天主教神职人员和信教群众上百万人 为富铁山举行了专场的悼念祈祷 缅怀他为中国天主教独立自主 自办教会事业做出的巨大贡献 表示将沿着他指引的爱国爱教的方向继续前行 中国其他宗教的有关人士也对富铁山的去世 表示沉痛哀悼 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 今天完成各项议程后在人民大会堂闭会 吴邦国委员长主持会议 会议首先分别表决通过了 关于国务院总理提请任免外交部、科技部、国土资源部和水利部部长的名单 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名额分配方案 十一届全国人大少数民族代表名额分配方案 台湾省出席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协商选举方案 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 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等多项决定 在完成各项议程后 吴邦国发表讲话 他指出 加强社会领域立法是今年常委会立法工作的重点 而且这些立法项目都直接关系到广大劳动者的切身利益 对于落实积极的就业政策 发展和谐的劳动关系 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中间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吴邦国说 本次常委会会议 在审议动物防疫法修订草案时认为 把执法检查专题调研与立法工作结合起来 既可以推动有关方面改进工作 也便于将实践证证成功的做法 和各方面比较一致的意见及时写入法律 从而进一步增强法律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今后要在认真总结的基础上继续完善这样的做法 吴邦国强调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城镇化加快发展的重要时期 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城乡建设日新月异 对城乡规划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在审议城乡规划法草案时 大家提出了许多重要意见 为提高城乡规划的科学性和前瞻性 维护城乡规划的严肃性和稳定性 提供有利的法律保障 吴邦国指出 本次常委会听取和审议了国务院 关于保护台湾同胞投资合法权益情况的报告 审议中 大家对国务院和地方政府 在保护台湾同胞投资合法权益方面所做的工作 给予充分肯定 希望各地区各部门继续认真贯彻实施 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 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 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 支持台商办好企业 为两岸关系发展 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本案消息 国家主席胡锦涛 今天签署第64号主席令 主席令说 根据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27次会议 于2007年4月27号的决定 免去李肇兴的外交部部长职务 任命杨洁篪为外交部部长 免去徐冠华的科学技术部部长职务 任命万刚为科学技术部部长 免去孙文胜的国土资源部部长职务 任命徐少使为国土资源部部长 免去汪树成的水利部部长职务 任命陈雷为水利部部长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 今天在接见 参加2007年中华环保设计型活动 启动仪式的代表和记者式强调 要切实提高全社会的资源环境意识 充分发挥舆计和群众监督的作用 大力腿